我妈是个网红,直播教人生孩子 她在12年间连续生了9个女儿 终于在第十胎拼到了儿子 然而,我第18岁的这一年 却带回了个人高马大的男朋友 爸妈气到昏厥 我跟姐妹们劝道 要组多懂事啊 知道爸妈爱中男孩 又给你们带个儿子回来呢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妈很牛 手机直播刚刚流行到我们这个时候 她在各大平台的粉丝就有几十万了 是我们村 不 应该说是我们整个乡镇唯一的网红 年近50的她每天抹着大红唇 对着手机跟人唠嗑 据说这样就能搞到钱 唠什么呢 当然是她丰富的生育经验了 她从93年生下我大姐后 就像是打开了某个特殊开关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2年间 她接连生下了包括我在内的9个女儿 终于让她在06年得偿所愿 第十胎拼到了个儿子 要组的到来 意味着我爸妈晚上 总算能够好好看会电视了 也意味着我们姐妹的使命 总算完成了 朝地 叛地 忘地 来地 我妈其实不大喜欢别人 说她重男轻女 接触过一阵子网络后 她逐渐意识到 这不是个什么好听的词 我爸对外则想用说法 她说她也不是非要儿子不可 就想图个十全十美 热热闹闹 我跟姐妹们的眼白 都差点翻眉了 我妈还说 真正重男轻女的人家 生了女儿要么掐死 要么送人 哪里会像我跟你爸 还不是尽心尽责地 把你们养大 这种时候 我跟姐妹们都很沉默 法治这样健全的社会 你倒是掐死一个试试 至于尽心尽责地 把我们养大 是得感谢社会的发展 福利的强大 地理庄稼年年丰收 一口米两口面 配给门口自己栽种的小白菜 馋了就去后院鸡窝里 掏两颗蛋 确实饿不死 但因为孩子多 也别想吃太饱就是了 到了入学的年纪 就丢去乡镇上的学校 接受几年义务教育 甭管学习成绩怎么样 顶多念完初中 就托人带出去进场 什么服装厂电子厂 只要能挣两个钱 在爸妈看来 那就是好地方 我在家中排行老六 药祖出生那年 我也才刚满六岁 上头五个姐姐都没成年 那会儿大姐才上初中 二姐跳了一级 跟大姐挤进了同一个班 后来听说 两个姐姐的学习成绩 都很拔尖 有望考上重点高中 可我爸妈实在是等不及了 药祖处处要花钱 奶粉尿不湿衣服 鞋子零食玩具的 已经掏空了 我爸那点打零工的钱兜子 家里再没人出去挣钱 药祖该跟我们一样吃苦了 我妈哪里舍的 于是大姐二姐 根本都没机会参加中考 就被丢进了厂 别问未成年 怎么进场这种幼稚问题了 那个时候 有的是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计划生育年代 且还是思想逐渐先进的 九十年代中后期 我妈都能一口气生十个孩子 还有什么是不能的 我爸要求 大姐二姐的工资 按时寄回来 他们吃住都在厂里 身上不需要留钱 二姐反抗过 我妈在电话里连续骂了 两个小时的白眼狼和赔钱货 那时我还不到十岁 听不太懂 白眼狼和赔钱货是个什么意思 只知道其他几个姐姐 听得瑟瑟发抖 连饭都不敢多吃两口 后来他们勉强混了个初中毕业证 也都相继出去打工了 时间来到一六年 我妈惊人指点 搞起了直播 姐姐们每个月在我爸的 威逼恐吓下往家里寄钱 先是一千 后来两千 再后来爸妈的胃口大了 管他们每人要三千 四姐在电话里哭得很伤心 她说 我一个初中毕业的 出来能找份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 我工资到手都没三千 上哪儿给她寄三千回去 我另外还得吃饭吧 我总得活着吧 爸妈根本不听 我妈说 挣不来钱 不会多打几份工吗 怎么别人能行 就你不行 后来四姐再也没往家里打过电话 她饿到未出血的时候 也只是跑去跟大姐借了两百块钱 而我爸妈还在家里数落 别的孩子说三千就三千 偏这个老四 月月都要少几百 准是她心严子多 给自己留私房钱 也不知道她到底想干嘛 我默默埋头写作业 尽可能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 相比学校频繁的考试 我或许更害怕 重复走上姐姐们的人生 我用药组淘汰下来 碎了半个屏的手机 给姐姐们发消息 我问姐姐们 今年过年会回来吗 得到的是同样否定的答复 大姐说 她今年会去她男朋友那里过年 让我别跟家里多嘴 二姐说她找了个兼职 过年三倍工资 能赚五千块 三姐和四姐说 要抱团在出租屋里吃泡面 五姐说是跟了个穷游团 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我说我好想他们 妹妹们也好想他们 然后那个手机就彻底黑屏了 成了一块废铁 而十岁的药组 则捧着爸妈 新给她买的智能手机玩游戏 我妈时不时还会让她 对着直播镜头 跟网友们打打招呼 我妈说药组这长相 这镜头感 将来一定能当大明星 就像电视里 那什么boys一样 这时药组就会跳出来 拍着自己小小的胸脯 保证道 爸爸妈妈 你们放心吧 我将来一定会当大明星 会给你们买大别墅 比我们整个学校 还大了那种大别墅 我妈乐开了花 她说自己是这个世上 最幸福的妈妈了 女儿生再多 总不如儿子贴心 呵 呵呵呵 我初三下学期 大姐带了男朋友回来 家里这几年的变化很大 爸妈拿着姐姐们的血汗钱 盖起了三层小楼 可房子那么大 却没有姐姐们的房间 一楼是厨房餐厅和爸妈的房间 二楼是耀祖的书房卧室 和健身游戏区 我和妹妹们借住在三楼 是的 是借住 爸妈说 这房子将来是要留给耀祖 和他老婆结婚用的 而我们这些做姐姐的 迟早都要搬出去 所以我跟妹妹们的三楼 根本没怎么装修 就刷了道墙 拼了几张小床 大姐的男朋友 是个十分腼腆的人 据说家在南方 江这一带 我其实很向往那块地方 是书里的江南 是梦里的诗和远方 听说 他们那边很多人 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他们从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很爱他们 会拼尽全力 给予他们全部 我想 如果姐姐能嫁去这样的地方 应该也是好的 等有机会 我也一定要抱住准姐夫的大腿 让他带我去看看 那些话一样的地方 可惜 他没能成为我的姐夫 我爸开口 跟人要八十万彩礼 当晚人就被吓跑了 我跟妹妹们 围着大姐在楼顶做了一夜 大姐哭干了眼泪 哭得嗓子里再也发不出声音 后来 大姐走的时候 偷摸给我塞了八百块钱 她让我好好参加中考 别像他们一样 她说 小六 你的人生才刚开始 还有机会闯出去 而念书 是你唯一的出路 我听了大姐的话 又教导妹妹们 也要好好读书 我说 只有读好书 才能住上像样的房子 穿上像样的新衣服 吃上有鱼有肉的饭 妹妹们乖巧地点着头 然后发了很的念书 我们挤在三楼一张 小小的写字桌上 互相勉励 互相督促 与楼下的喧闹 仿佛隔成了两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拿到市里 重点高中录取通知的那天 我爸很不高兴 你一个女孩子 要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就不能学学你姐姐们 早点帮家里分担分担 我跟你妈也不至于那么辛苦 我很惊讶 在这个时代 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跟爸妈说 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随便一块砖头出去 都能砸中两个大学生 我要是不读书 光拿这个初中毕业证出去 还赶不上别人捡破烂的 我妈上网查了查 又问了不少人 觉得我说的可能有点道理 我继续说 姐姐们累死累活 也就只能挣那么点 没准我将来考个好大学 拿个好文凭 出来工资就能有个三五万 不得顶上好几个姐姐 我爸被我忽悠得有点动心 我趁热打铁 你看 我这还有三个妹妹 那就又多了三个机会啊 要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月薪三五万 爸 妈 你们算算 这就试好几万一个月了呀 到时候 你们还需要干什么 直接躺在家里数钱就完了呀 我妈听着我的话 拿起计算器案了又案 最终决定放我去读高中 但他们说 学费生活费得记账上 将来我赚了钱 要第一时间还给他们 我说 好 我其实没能考上 多么牛逼的大学 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 拼了命的读死书 根本就没多大作用 后来大学毕业 出来实习工资一千八 离我吹牛的三五万月薪 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爸妈成天骂我是个骗子 骗了他们这么多年 白花了他们这么多年的钱 没所谓 反正我最小的妹妹 也已经如愿进了大学校园 至于今后的日子 我不敢保证能有多好 但至少留给我们选择的余地 可以多一些 大姐二姐相继结婚 但都没有跟家里说 大姐后来找的男人 是个开餐馆卖炸酱面的 人很勤劳 也很能干 大姐辞了工作 跟他一起干 两人后来还有了个孩子 是个女儿 好在大姐夫不是个重男轻女的 大姐说什么都不肯要二胎 大姐夫也觉得 养两个孩子太累 索性就依着大姐 不要了 至于二姐 虽然结婚有几年了 但至今不敢要孩子 她怕她的小孩 会重复她糟糕的人生 她怕她给不到小孩最好的 她怕她吃过的 苦受过的委屈 又要落在她小孩的身上 我们都不敢乱劝什么 事实上 我们姐妹九哥 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道难以治愈的伤 或许有一天能被治愈 或许这一辈子 就都这样了 2024年的春节刚过没多久 家里发生了一桩大事 电话先是小九 打到我这里来的 紧跟着 我们姐妹的微信 小群就炸开了 要组谈对象了 真的假的 她才多大 18了 早成年了 爸妈早催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她谈了个男朋友 并且 还把人带到了家里 今年过年 我们在外工作的几个姐妹 都没回去 小七借口没抢到火车票 实则偷偷跑去 找大姐蹭了顿年夜饭 小八和小九刚刚升学 假期兼职攒了点钱 还得留作开学后的生活费 不得不赖在家里 能省顿时一顿 才过大年初五 小八就跑了 小九动作慢 在家磨叽了两天 没想到竟成了 现场吃瓜第一人 据小九所说 白天爸妈要去串亲戚 非带着她不可 哪里是什么亲戚 咱们从小到大 压根就没见过这么一号人 视频通话里 小九说的义愤填膺 那就是一块五十岁的老头 从一进门 就色眯眯地盯着我 我和姐妹们 大概已经猜出了 爸妈的意图 那后来呢 我问 小九挥舞着拳头 咬牙道 后来我借口出去透口气 你猜我偷听到 他们说啥 啥 那老头跟我妈说 嫌我平胸屁股小 要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叫我妈换一个来 我和姐妹们都沉默了 真恶心 小气骂道 真变态 我负荷 我们安慰了小九一通 任谁遇到这事 都得犯一阵子恶心 这个所谓的家 看来真的是不能回 小九继续说起 要走的事 也就下午 我跟爸妈 从那老变态那里回去 见咱家门口 停了辆老阔气的车 楼下大门没关紧事 楼梯口还放着两双鞋 其中一双 是咱们要组的 她的鞋七八千一双 咱妈一眼就认出了 要组过年出去旅游 咱爸妈已经大半个月 没见着他人了 这一回来 可不得赶着去见见 结果怎么着 咱妈才刚上楼 就发出了一声鬼叫 紧跟着情况 似乎越来越不对 我跟爸跟上二楼的时候 要组的限量版裤衩子 还挂在那狂徒的肩膀上 两人赤身裸体的 咱妈当场就吓傻了 我们万万没想到 现场会这么炸裂 吃瓜之余 我赶忙问大姐 小盈盈睡觉了吧 可别让孩子听到这些 影响不好 小盈盈便是大姐的女儿 今年才三岁 大姐忍着笑 放心吧 早被他爸带着睡着了 我们在多人视频里 七嘴八舌的 讨论着药祖这装饰 一向冷漠的吴姐突然提议道 要不回去看看 说真的 这样的热闹 我们都不想错过 三姐和四姐琢磨了下 也行 我又问大姐和二姐的意思 二姐撑了下巴 你们都回 那我也回咯 大姐捋着头发 怎么 都急着回去看笑话 那我也回去 小九很高兴 平时过年过节 都不能把我们姐妹聚集在一起 没想到药祖带个狂徒回来 反而能叫我们都聚上 小七和小八掐了下日子 袁小姐有嫁 能赶上吧 小九压低了声音 反正药祖这会儿被扣在家里 那难得被咱爸拿棍子赶了出去 我晚上去给药祖送饭的时候 还听他在跟人讲电话呢 老委去了 说什么要人家千万不能放弃他 一定要救他出去带他走 这孩子是来真的 我和姐妹们都没了话 此时无生胜有生 我们家似乎很多年人 没有这么起过了 爸妈似乎也没那么在乎 他们眼里只有药祖 只要药祖在身边 他们就觉得安心 至于我们姐妹 唯一的价值 只是按月往家里寄钱而已 又或者像货物一样提出去 工人挑选 以便卖出个好价钱 我以为 时代发展进步到今天 不至于再把我们不当人看 可小九的遭遇 还是在我们姐妹心中敲响了警钟 人性复杂 任凭时代如何发展 都是扭变不了的 元宵节前一天 我们姐妹陆续到了镇上 在镇上小旅馆开了房 我们宁可挤在这狭小破旧的房间 也不愿意住进那个 从不属于我们的家 那里没有我们的东西 也留不住我们的回忆 我们所珍惜的姐妹情谊 不会因为各自身处 天南海北而淡漠 更与那一家三口无关 当晚 我们偷偷叫出了小九 围在镇上唯一的一家烧烤店里 喝了不知道多少香啤酒 大姐夫而二姐夫相互调侃 说是羡慕我们这样好的姐妹感情 后来 他俩抱头喝到了一起 各自拍起了自家老婆的彩虹屁 他们还是头一次 被姐姐们带回老家 姐姐们在和他们结婚之前 就已经清楚交代过了 我们家的实际情况 大姐有了前车之鉴 自然不敢再把对象往家领 他们婚礼办得很简单 除了当时还在上学的 我们几个小的 其他姐姐都去参加了 大姐夫婚前 早早就把家底交托给姐姐了 二姐夫挣得不多 但却是个居家型好男人 二姐自从跟了他 再没进过厨房 连洗碗水都没碰一下 姐姐们很容易满足 能得到这样的归宿 真的就已经很好很好了 隔天我们回家 各自手里提了酒盒菜 尽管小九一早就和爸妈说了 但我们心知肚明 爸妈不会特地为我们准备什么 如果自己不提东西 可能家里连双属于我们的筷子都没有 这两年我妈没搞直播了 一来是年纪大了 竞争不过那些花样百出的小年轻们 二来是网上的声音不太好听 她有些疲于应付 也确实搞不到什么钱了 好在她们还有一群代价而辜的女儿们 一人少说几十万 加起来就是一笔巨款 所以无业在家的她们 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焦虑 只是在见到大姐和二姐时 爸妈的表情明显不太友好 要知道好几年前 大姐带对象回来 爸妈张口跟人就要八十万彩礼 哥现在不得涨到上百万 两个百万就这么飞了 爸妈心里自然不痛快 所以连带着见到两位姐夫 爸妈的脸色都是黑的 我们姐妹跟爸妈实则都不怎么亲热 越大越生疏 就更没什么话可说了 须须地客套了一番 就各自拎着菜进了厨房 我妈在外冷嘲热讽 多少次过年都不见回来 这回倒来得起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量的什么主意 想看你们弟弟笑话吗 真是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她的声音很大很尖锐 我们都听到了 但没人去反驳 因为没冤枉我们 我们确实就是存着 回来看笑话的心思 大姐和二姐被扣在客厅 大姐夫和二姐夫不安地从旁搓着手 爸妈连正眼都不带瞧他们的 只管骂两个姐姐 说你们两个是赔钱货 真是一点都不假 老子白养了你们那么多年 就上赶着倒贴给人家 真是两个扶不起的见骨头 起初姐姐们还很淡定 因为早早做了心理准备 只当他们满嘴喷粪 不去计较 可后来 我爸说话越来越难听 甚至连带着小银一起骂 赔钱的东西又生个小赔钱货 顶什么用 厨房里挥刀剁肉的四姐手 已经开始跟着颤抖 我扶了扶她的肩膀 以示安抚 我知道 她忍得很辛苦 恨不能将刀砍在客厅 那一直喋喋不休的两人身上 我劝她 冷静 四姐 三姐默念 杀人是犯法的 杀人是犯法的 说到底 爸妈并不关心两个姐姐 到底嫁给了谁 也不关心他们 到底生儿生女 他们在意的 只是两位姐姐 没能拿回他们预想中的彩礼钱 进而让他们 产生了亏本的不平衡心理 所以 生孩子于他们而言 儿子是传宗接代 女儿只是投资 客厅不知怎么当 突然摔砸起了东西 我赶过去的时候 大姐额上渗着血 地上是四分五裂的花盆碎片 大姐夫心急如焚 二姐夫则死死拽着做事 要冲上去跟爸妈动手的二姐 大姐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似的 冷笑着 家里养我到15岁 我往家打了15年的钱 也该够了 你什么意思 我妈怒声质问 大姐道 以前的汇款票据 后来的转账记录 我都一一保存着 要是不满 你大可以去告我 总之往后 我不会再往你们身上 多贴一分钱 笑话 我爸立声道 你的命都是老子给的 老子问你要点钱怎么了 那点钱就购买你的命了 大姐缓缓挽住大姐夫的手 决决道 能不能买我的命我不知道 但买断这份虚伪的亲情 绝对足够了 说吧 他便领着大姐夫出了这扇门 头也没回 我爸冲着门外大喊 白眼狼 赔钱货 有本事就给老子死在外边 老子就当当年把你喷在了墙上 这话说的人心里阵阵发凉 二姐突然也冷静了下来 他瞪着爸妈 爸妈这时也注意到了他 我爸插着腰 笑道 怎么 你很不服气呀 刚才是不是还想跟你老子动手 二姐摇了摇头 心灰一冷到 我就不该回来 哼 你当老子稀罕 一群没用的废物东西 二姐咬了咬牙 我没有大姐细心 早年的汇款票据没存得下来 但近几年的转账记录 也都还在 大姐的意思 也是我的意思 从今往后 你们也当我死了吧 说着 他拽起二姐夫 就往外走 爸妈气得跺脚 又是一顿脏话输出 没隔一会儿 我的手机收到提示音 微信小群里 是二姐发来的消息 大姐头上没事 已经在卫生室处理过了 大姐连发了几个 活跃气氛的调皮表情 有情况及时告诉我们 别忘了我们回来一趟的 真正目的呀 我 吓我一跳 还以为姐姐们 会伤心郁闷一阵子 没想到 他们是商量好的借题发挥 就想趁此机会 彻底斩断 跟家里这两个吸血鬼的联系 好 很好 没了这层拖累 往后他们 才会拥抱真正的好日子 我倚着厨房门 给姐姐们回消息 不知怎的 突然觉得浑身不适 好像被人盯了很久 猛地抬头 就看见药祖 正趴在二楼的楼梯栏杆处 我不知道他在那里趴了多久 或许 从我们刚进门开始 他就已经在那里 他目睹了姐姐们 和爸妈争执的全过程 冷静地看着他们决裂 又一言不发地盯着厨房里忙碌的我们 我们跟爸妈都不亲热 自然跟他的交集也很少 他从小到大 吸着姐姐们的血 过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奢靡生活 我们其实并不恨他什么 毕竟 他和我们一样 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 只是因为性别而被迫享受 可即便这样 我们也做不到与他和平相处 所以我们的微信 小群容不下他 药祖一直都知道 我们有个这样的小群 他曾经偷窥过小九的手机 甚至天真的问小九 为什么不能拉他进去 小九说 因为我们在吃泡面的时候 你在嫌弃牛排不够嫩 我们在拼嘻嘻互相砍价的时候 你在嫌弃你连标签 都没拆过的名牌衣服过时 因为我们是这个家里不值钱的女孩 而你是唯一尊贵的男孩 我们注定是不一样的 中午的饭吃得很沉闷 尽管我们平时在微信小群里 嘻嘻哈哈闹得没完 但当着爸妈的面 实在是没什么话想说 被关了几天的药祖难得乖顺 妈就提议让他下来一起吃 小九去叫他 他竟还扭捏着不肯下楼 我爸有些生气 当然不是针对药祖 他冲小九吼道 他不肯你不会多哄哄吗 你怎么当姐姐的 小九扁着嘴 早习惯了这样的 poo 于是准备再次上楼去喊 药祖不下来 似乎这一整桌子的人 都没有权力动快 于是我挪了挪身子 跟着小九一起上了楼 二楼 药祖正在抚摸他名贵的钢琴 我和小九从旁站了许久 小九没好气道 爸妈喊你吃饭 非要你下去不可 药祖不吭声 仿佛没有听到 我通过查了下 那架钢琴的价格 进前两步 确保他即便是耳背 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道 钢琴很贵吧 得十好几万了吧 你想要 爸妈立刻就能满足你 那你知道 你姐姐们工资多少吗 你知道三姐和四姐 为了给家里打钱 满足你无止境的消费欲望 到现在还租住在 进门就是床的破单间里吗 我其实知道 我说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 药祖他是得意者 怎么可能会去 体谅我们的艰辛 我没想到 他突然发疯似的 重重拍打起钢琴 直拍在手上鲜血淋漓 他双目远睁 怒不可恶道 那他们可以不打钱啊 为什么非要 往家里打钱不可呢 我一时正住 还没来得及思考 只觉大脑一片嗡鸣 脸颊上火辣辣的腾着 是我爸扇来的耳光 一下便打碎了 我左边的大牙 我的嘴里鼓鼓冒血 而药祖则被爸妈 搀扶着下了楼 我妈一路哭喊着 哎呦 你这伤妈妈的命啊 小九扶着我 我不知怎地就哭了 不是疼哭的 我在这个家里 其实一直都没什么存在感 我不比姐姐们早出社会 用血汗钱供养着这个家 我完整地念完了高中 念完了大学 却始终没什么成就 我站不到人前 也爬不到更高处 我心疼姐姐们 却又无能为力 我想帮扶妹妹们 可能做到的 就只是连哄带拽的 把他们送进大学校园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 感受过无力 我以为日子会越来越好 怎么会好 怎么才能好 其实药祖根本没受什么伤 手上顶多擦破了点皮 但爸妈还是担心地 把他送去了市区大医院 而到了市区的药祖 便像是出了笼子的鸟一般 飞了 药祖拉黑了爸妈的 所有联系方式 后来一个陌生号码 给他们发来了一张照片 是药祖和他男朋友的合照 两人甜蜜的脸贴着脸 男人紧握着药祖包扎过的双手 满满的爱意 仿佛要溢出屏幕 爸妈气到昏厥 险些没能缓过来 我们姐妹赶到市区时 我妈已经住进了医院 她身体的各项影集 都被砌出来了 病房里 我爸的骂声就没停止过 当然 她骂的不是药祖 她怎么可能责怪 自己的宝贝儿子呢 她一直骂着那个 带走药祖的男人 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名字 也没有她的身份信息 所以 当我爸妈提议报警时 我们都很无助 姐妹们面面相去 怎么报 拿着这张照片去跟警察说 咱们家大宝贝跟一个男的好上了 且还跟人私奔了 我妈从病床上静坐起来 哭喊道 她拐走我儿子 怎么不能报警 就该让警察把她抓起来 把她抓起来呀 她说完又无力地倒了下去 我副手站在一旁 嘴里缺牙的地方 还在隐隐作痛 小八小九靠在我身后不敢出声 我看看姐姐们 各自脸上近视无语和不耐烦 我上前两步 拨弄了下我妈的书页管 劝道 说到底 还是药祖懂事 知道爸妈爱重男孩 现在大了 便迫不及待地 要给爸妈多带个儿子回来 多好的事啊 别人求还求不来呢 这话讽刺意味分明 我爸做事又要打我 我偏过脸 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我没能拿钱还清他们的生恩 受点皮肉苦也是应该的 迟早 迟早我也能像大姐和二姐那样洒脱 可我爸的拳头并没有落下来 三姐和四姐一起拽住了他 五姐没好气道 你那宝贝儿子都跑了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可硬气的 我爸嘴巴动了又动 像是要骂出什么 却又一时失了声势的 什么也没能说得出来 我看他这副样子 只觉得可怜又可悲 我故意刺激他 我妈还不到六十岁 要不加把劲 再生一个也来得及 小气插嘴道 万一又生个女儿 不得直接气死 我继续补刀 那就再生啊 我妈反正能生 每个药组再生的天赐 总得有个儿子送终嘛 我妈哭红了眼 却怎么都做不起来 我爸捂着头 一遍遍地给药组打着电话 却始终难以解通 后来他又一遍遍地 给那串陌生号码发消息 可惜所有消息有去无回 根本无人回应 再后来 姐姐们陆续离开 妹妹们也都相继回了学校 只有我 一个工资不高的闲人 留了下来 我爸一人 根本伺候不了我妈 事事还得依仗我 所以 尽管对我一肚子怒火 倒是再没敢动手打我了 我妈稍有些精神头的时候 突然想了个法子 她要开直播 直播寻子 这些年 我妈在各大平台 真的博到了不少关注 昔日的老网红突然开始直播寻子 这穴头太足了 一下子就上了热搜 可惜 尽管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我妈还是没能联系到耀祖 她真的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就连我们姐妹平时聊天 都在揣测 耀祖到底想干什么 她倒是个另类 黄太子当得好好的 突然就跑了 真爱无罪呀 这可比小说精彩多了 小九你少看那些单美文 容易坏脑子 这事直闹到半年后 我爸妈肉眼可见的 苍老了不止十岁 先是有人加我的微信 再后来 姐妹们也陆续收到了 新好友添加通知 我们在群里对了下 竟是同一个人 什么情况 这人是谁 不知道啊 看着头像也不像是个真人 我靠不会是耀祖吧 后来证实 真的是耀祖 她给姐妹们 包括我在内 群发了一条消息 现在 我能加入你们了吗 姐姐们 同时配了一张自拍 是个女人的自拍 且还是个十足时的美女自拍 我们所有人都傻了 是的 耀祖去了一趟泰国 现在不是弟弟了 是个妹妹了 耀祖回来的那天 仍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我妈下半身近乎瘫痪 每天只能在轮椅上活动 我爸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但她精神好的时候 还是会挨个儿 把我们姐妹重骂一遍 耀祖踩着亮晶晶的高跟鞋 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 我简直要看呆了 是的 她实在是 太美了 堪比电视里走红毯的女明星 爸妈还没明白咋回事 我赶忙把人领了进来 她停在家门口的红色超跑 也很亮眼 我知道那车上还坐着个人 是她的男人 不过没下车 我将耀祖领到爸妈跟前 爸妈迟迟望着 耀祖开口喊道 爸 妈 好家伙 连声音都变得奸细了 爸妈没反应过来 兴许还在猜测 这到底是他们的哪个女儿 且还是个这么阔气有钱的样子 难道是回来给他们送钱来了 我见状主动介绍道 没认出来呀 耀祖啊 你们日夜想念的耀祖回来了呀 爸妈不可置信 抬头望着我 骂道 胡说八道什么 你弟怎么可能 然而他们很快就进了省 因为耀祖亮出了 他大腿上的胎记 爸妈怎么可能会认不出那胎记呢 当年耀祖出生的时候 他们还直夸耀祖 这块胎记长得好呢 将来一定能光宗耀祖 你 你 我爸颤抖着手指向耀祖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啊 见他们迟迟无法相认 我也很急 急得直跺脚 爸 他真的是耀祖 千真万确 如假包换 只不过是比从前少量零件而已 耀祖没在家停留多久 就又走了 他也没和我多说上什么话 只临走时甩给我一张卡 没有密码 替我还给姐姐们 后来 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文字 没有人 生来就想做吸血鬼 要祖走后没几天 我爸喝了农药 彼时 我正带着我妈去做检查 回来的时候 人已经硬了 我妈大哭了一场 也没能撑多久 姐妹们抽空回来 给他们办了后事 那是种无法形容的感觉 那是我们的父母 可他们的离世 与我们而言 竟是一种解脱 我不愿意承认这是无情和自私 毕竟 从出生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曾期盼着 被爸妈好好疼爱 可后来 却只能努力自己爱自己 我们九个聚在 这套老房子的最后一晚 小九无意间在手机上看到了耀祖 那是不狗血短剧 大总和小娇妻的那种 耀祖扮演的小娇妻 据说 是他男人投资的项目 评论里人人都在夸赞 女主漂亮 媚骨天成 我们姐妹看得直愣 很好 看来耀祖真的是要当大明星了 再后来 又不知过去多少年 我们各自都有了人生新的归宿 而微信的九人小群里 突然多出了一个人 群名也被改成了 十全十美 全文完 全文完